2021年8月30日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东方来 今天两件事咱们唠叨唠叨 第一件事就是现在中国国内墙内 正在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顿影视娱乐明星的这样一场运动 就像8月20号左右那次我那个节目说的一样 对这个网络游戏呀什么这个校外辅导行业这些等等这些打击呢 看起来呢它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2.0版 那么今天呢应该这个看法呢中国官方给证实了 昨天呢中国的官媒呢都集体的转发一篇这个文章 这题目叫什么呢 叫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你看这完全是现代的词的用语 其实倒退55年前呢 那么中国在兴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 也有这样的文章 你像今天这个文章是所有的官媒都集体转发 你的重要地位就相当于人民日报的社论一样 那个题目叫什么呢 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 你看看相似不相似 所以现在的这个对于这个中国园艺圈啊 所进行的这个整顿呢 我觉得呢在某种程度上呢 他就是一个完全遵循着55年前的那个文章 文章大革命的节奏所进行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啊 具体的来讲 你要知道文章大革命的时候呢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当时发动者这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呢 他是想巩固自己的权力 把呢 对自己这个这个权力有威胁的这些同僚呢 也把它清除出去 就是这样 是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呢 他呢就开始了筹备这样一场运动的时候呢 他并不是说你们你们走了就行了 他是要以啊 要清除我们身边啊 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这样的一个名义呢 那么开始了这场革命 那么这场革命来讲 那显然你就不能够就这几个人你想清除的 而清除 你必须要在进行充分的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里的一个充分的准备 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呢 准备的基础是什么呢 准备的基础就是 共同贫穷 当然那时候不要这个词 那时候怎么说呢 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那意思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宣传的是越穷越光荣 在全民所有制的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框架之下 没有一个人有私产 所有的财产都是公家财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国家全富裕的话 那时候就是共同富裕 可是那时候国家异常的贫穷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应该共同的贫穷 那么由于有些人 他不是说像普通的工人农民 也就那个时候的中产阶级那样 不是每个月38块6毛1 42块7毛8 他不是 他每个月要挣100多块钱 这对于全民所有政治制度下 生活的普通来 百姓来说 那太让人嫉妒恨了 所以这些人什么人呢 就是那个时候的 所以三名 什么名演员 名作家 名知识分子 反正是就这个三名 这个三名他们为什么 这个要打击他们呢 因为他们是三高 高薪 高高愁 还有什么高的这个演出费用等等这些 那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 同恨我们一样都生活在社会主义公有之下 你们凭什么比我们富裕啊 所以说那个时候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的就煽动起了整个社会 对于文艺界的仇恨 那这个时候这样这个这样呢 这样的话呢 那对于当时文艺界文化大革命 又把国家搞乱 从这开始入手 破四旧立四新 你要知道这些文艺界 他们当中的很多的文艺作品 都是过去中国几百年流传下来的 那很容易就戴上一个四旧的帽子 所以你们这些人又是高薪 又是百姓痛恨的 那自然的你们就成了打击对象 就这样社会搞乱了 我才能把上层对我权利进行有 有威胁的人 我将得给他干掉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 那个节奏呢 你看现在你看像不像 这些这个现在文艺界这些人 除了吴亦凡这个事情 涉及到强奸 沾了法律边以外 你看看现在在整顿的 这个所有的这些人 从赵薇呀 什么赵丽颖啊 什么这个 所有这些人 包括听说 中国的网上在这个 在流传着一个这个这个名单啊 就是所有这个 非中国籍的 这些演艺明星 就是在中国挣钱的 都成为这个 要成为收拾的对象 你看什么韦威呀 孙燕姿 刘亦菲 写亭峰 张铁林 李连记 所有的这些 各位 我在这里头 一点没有说 想为这些被打击的这些 这个文艺界这些演艺明星们 开脱这个站台 站脚助威的意思 在我眼里头啊 在中国的文艺界 就这些出名的演艺明星 以及凭着他们的演艺才能 他们发财的这些人 在我眼里看真的没几个好人 我我 也许我孤陋寡闻 可能除了李连杰呀 孙海英夫妇啊 他们能够以他们这种明星的位置 能够站在普世价值的角度上 为穷古百姓说话 为社会正义而发声 这些除了这几个人以外 我没看见有一个 能够做到这点 更多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 专制制度 是吧 你像什么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陈国立呀 什么陈道明啊 什么高小松啊 你看这一系列的这些人 你把他们归入百类 一点都不归过 所以对他们这些人的打击 我一点都 一点都不心疼 而且我觉得 对于这些这个这些演艺明星啊 在中国发财 而且 甭管怎么说 他们 起码 他们没有能够做到 维护社会正义这一点来讲 你甭管他们内心有 他们不敢说也好 还是他们内心就没有也好 最起码他们那个位置 他们所有的影响力 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到这一点 因此对他们这些打击 我觉得 大家千万不要像 有些人说的 那个那个 哪位那位明文人说了 如果他们 当时他们这个迫害这个基督徒 说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基督徒 他们没有 让他们迫害犹太人 我没说话 这句话就像李承鹏说的 我觉得说的非常对 各位 千万不要 这么想 要知道这些人 属于赵家内部 人家清理门户 跟你老百姓生活 没有丝毫关系 你为他们发声也好 不为他们发声也好 丝毫不影响你在 韭菜地位 所以对于这些人打击 我觉得怎么打击他们 揉力他们 甚至不用法治 这个方式 实际上我们也不用 怀疑了 除了这个 吴亦菲 吴亦凡这个 涉及的法力外 其他人根本没有 你看赵薇这问题 什么事也没犯啊 赵薇那是穿个什么 日本军旗装照相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至于他跟他老公 黄有龙 他们这个 在商业上违法事 前几年也处理了 最近什么事没有啊 你现在打击他们 那就是说 我现在要以国端 要把所有的这些 这个演艺圈 在这个依靠这叫 他们叫饭圈 是叫饭 我们叫粉丝 这官方给他叫饭圈文化 把这个 要把他彻底的 给他收拾了 当然从刨出政治角度 我觉得 从中国演艺圈特性来讲 确实也是不像话 因为没有一个国外的 你看好莱坞明星 在全世界都有名吧 那么多演艺明星 是不是 你没听说过 有几个明星去开公司 当然了 赵薇开创了这个 演艺和商业结合的这条路 之后呢 把这个演艺圈 这个演艺的这些明星呢 都带进了这商业圈 互相的掩护 互相的扶植 发财 这个来讲呢 也确实是造成了社会上的 一些乱红红的现象 当然这种现象 你如果国家 你已经有法律 你应该站在你法律角度 那你不站在法律角度 你需要整治 他们来讲的话 你尽管整治 我们也无所谓 但是 国家这种方式 用文革2.0 这种方式来讲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这个国家 目前来讲 你还真的没有进入到一个 现代文明社会 也就是说55年前 你做的那些事情 你对这些人的打击 你想想 当时中国的文艺界 其实没有 像现在也没有网络 那时候 那个时候 你所做的这个 运动 把他们这些人 所整来整去的这些人 那你来讲 你让这个后来的演艺界人 不是背叛投降了 那就是 小心翼翼 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以及至于在你的国家 整个文艺创作 你看后来怎么样 后来 那会儿说中国的文艺 就把个样本戏 什么都不能有 因为这些明星 喜欢比较 这个 这个 这个生活方式 比较 用类似的话 就是资产阶级话 喜欢这个 这样一些种资本主义的 所谓的生活方式 穿一些花衣服 穿皮鞋 那时候就通通的 由于你们喜欢 所以说 社会通通不能接受 通通列入了死旧范围 破死旧 离死心 那你现在来讲 你如果 你把这些人 都打击的最后的结果 是怎么样呢 最后的结果 就像我之前 以前也说过多少次 你审查的结果是 在中国创造了 在人类历史上 不论任何一种 意识形态的社会 都会嘲笑的 抗日神剧的 那种文化 创造出来了 现在你再这么 一打击的话 也就是说 所有在中国发展的 这些外国籍的人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要知道 如果你把你的 整个国家的 某一个领域关起来 那么就是文化大革命 和之前的中国 闭关锁国的中国一样 你如果再深入 进一步下去的话 你想一想 你连你当初吹嘘的 你建国大业 建党大业 这些叫历史诗级的 剧片 你都没法演了 里边的人都75% 都是外国籍 所以 最终的结果 不但是造成 你中国这个文艺界 这些人 文艺的这个领域 会衰败下去 那么跟 就跟我前几前 之前做的节目时候 谈到的一样 你对于 这个 这个 外国资本的打击 对于中国高科技企业 到海外上市 这一打击 综合起来看 那就是说 你最终影响的是什么 最终影响的是 是你的 国家的经济 这一点 文化大革命 2.0版 和文化大革命 1.0版 还有不同 1.0版 你要知道 毛泽东 其实作为一个 应该说 知识渊博的一个 应该说 至少算个 枭雄吧 他读 应该说 中国的这些古书 这个 这个 除了马列主义 的书籍以外 他都读过 他对于 这个中国 官场上的 耳鱼我诈 勾心斗角 那是全谋 全术 斗争 那是非常的了解 所以他在进行 文化大革命 1.0之前 他进行了 四年的准备时间 也就是说 他是从 1962年 七千人大会开始 要决心 要把全国搞乱以后 把我的政绩搞下来的 那他有四年的 酝酿的时间 这四年 长游长江 反复下江南去 找各省 这个领导谈话 反复告诫什么 所以在我们身边 赫鲁晓夫的人物 是如何如何的危险 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 制造舆论 最后顺理成章的 通过一张大字报 就把这革命放起来了 可是今天这个2.0版 不一样了 各位 今天2.0 这个2.0版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 完全是拍脑门的决定 哎 人家说 这么大的运动 怎么能拍脑门 我告诉你 他就是拍脑门 为什么这么说 你要知道 从这个 今天发展到 打击这个 这个演艺 演艺明星 这演艺圈 还包括 这个什么 包括这个 消费辅导啊 什么 网络游戏啊 这不就出台新的 新的出台文章了 出台的规定了 少青 未成年人 每天只能玩 一个小时的 这个游戏 你看 然后对于 这个中国的 这个金融产业的 这项打击 中国的股市爆发 这个前面节目 咱们都说过了 等等的这些 来讲 你所有的这些 重大的举措 对国内外的金融 造成重大影响的 这些举措 那你如果说 你要不是 你要是有 事先有 有这个 要议论先行的 准备的话 今天全世界 不会感到 这么大的刺激的 你看 这个 如果 如果说 我说这个说法的话 可能有人 这个不同意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 你想一想 在这个 2020年12月 这个马云 那个 杭州 那个会议上 那个讲话 公开挑战 中国的 那个国家主席 的时候 那之前 中国是在 进行什么呢 习近平 打这个 这个公开的 讲究了 我们要加大 改革开放的力度 中国的 这个 就叫做 完全放开 外国金融机构 在中国的业务 运通 运通的这个 这个信用卡 多少年都打不进去 2019年也进去了 是吧 然后 这个贝莱德 也在中国 可以以百分之 超过百分之五十亿的股份 甚至独资的身份 开这个 这个建立 这个金融公司了 你整整 这些改革开放 加大开放力度的 这些政策 那和你现在 对中国金融行业 进行伤害 完全相反 对不对 所以就说 这个来讲 我觉得像今天 搞到今天 这种情况 应该说 都是由于 像 马云那些话 那些话 他严重的伤害了 中国的顶层的 这个 这个颜面 是吧 人家说了 中国要防范 金融危险 他说了 中国没有 中国没有金融 不用防范 金融危险 为什么 因为中国根本就 没有接管体制 你说这种 就是公然挑战的方式 马云开始之后 你看后来 滴滴 滴滴来讲 上次我们节目也讲过 滴滴来讲 实际上国内的手续 全都办完了 一切手续都有了 去诉 到国外上市 都没有问题了 而且你 后来 蹦出个网信板 也是说你呢 劝你呢 就慎重一点 也没说你别去 对不对 喂